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 我出去找工作 面试官呢会把从名校毕业的毕业生 和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分门别类 那个时候呢是我第一次发现 我还是属于优秀的 又把这种优秀一直延续下去 让我成为了跨国公司的首席 让我过上富裕的生活 让我成为大多数女人 心目当中很有魅力的男人 可什么是魅力呢 我很清楚啊 魅力和价值是不同的 而大多数女人呢会把 我所创造出来的价值 和我的个人魅力 画上当好 就像那些面试官一样 会把我归为幼稚骨 所以呢 我就想把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 我就给自己加压 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完美 其实我没有这么完美 也没有这么优秀 我还是会 像一般男人一样 犯下同样的错误 在犯下错误之后呢 也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就像 我当初把武功留在公司 说起实话 我就是 想要证明我的大度 我的优秀 实际上 每天在公司看到她 都有那种掐死她的冲动 有的时候人真的很奇怪 明明心里面住着一个魔鬼 却还要面带笑容 装出一副天使的模样 这也许就是虚伪 不是吗 其实那些时间 她每天在我眼皮底下晃 我也觉得很别扭 人 最难做到的 就是面对真实的自己 你还爱着她 对吗 好 你可以不用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爱我吗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没有犯下错误的话 我们两个人能不能顺利地结婚 应该会的 是 可是时光是无法倒转的 有一点我是肯定的 我爱过你 谢谢 我都忘记了 你不想听我说谢谢的 对不起 我的东西全都收拾好了 今天下午呢 你就可以搬过来了 好 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开开心心的 愉快的 动我这儿一周的时光 我知道这是董事会的决定 但YS是在Steve的领导下才在中国区展开了全新的业务 没有任何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比Steve更适合CEO这个职位 况且他的个人价值远比这个错误大得多 撤职这样的惩罚实在是太严重了 如果Steve离开 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所以我希望董事会 能够重新考虑这个决定 这 partido 杭晓华 哟哟法 如果小剑还的 对公司去li account ryw 可以准备吸 commodities 大姐 我就是个打工的 您别为难我 您要是有什么意见 您跟我们敬礼去谈 我当然要谈了 我必须得谈 说好早上九点开拍的 现在都几点了 是 是人得排队 大腕也得排队 这没错 但是你们说话要算话的呀 说好几点开拍 就几点开拍呀 我在这儿冻着 我要是冻感冒了 医药费物工费 你们赔呀 大姐 咱们讲点道理好不好 谁大姐呀 你才大姐了 你们全家都大姐 你比我老好吧 你们外面小点声音啊 这里面正在拍摄呢 岳小青 具体的宣传工作就是这样的呀 很多细节需要落地的时候 都需要亲力亲为 不过没关系 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随时电话我 我随叫随到 随叫随到的是我 毕竟你现在是我的上司 你千万别这么说 这个位子我真的坐得很不适应 从不适应到适应 那才是成长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你应该说感谢的人是我 是你给了我三个月的时间 让我来改过自信 我是在说公事 我也在说公事啊 我知道 是你向总公司 激励地挽留我 才让我在公司的 总监的位置上继续工作下去 我知道这么做很不合适 那我知道YS不能没有你 我也需要你的帮助 我知道你的好意 中国有句老话 就要在哪里跌倒的 就要在哪里站起来 倒是你呀 莉莉 你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来证明你自己 是有能力来胜任这个职位的 处理人事关系呢 是衡量一个高层的管理者 最重要的标准 如果你公司混淆 那么这个职位 你不合格 我明白 但是你多虑了 是吗 三个月以后我会向总公司证明 把你留下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那你就不怕我不配合 那你就不怕我不配合 毕竟你现在做的是我以前的办公室 而且你现在的薪水 比我要多得多 你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对不起自己 不是吗 工作狂 忽然间发现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啊 怎么讲 因为你太了解我了 我这样想什么偷个懒什么的 真的很难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晚上有时间一起吃饭吗 这算是贿赂上司吗 那你觉得要是贿赂的话 我们可以AA制啊 那你以前可说过你从不AA制的 开个玩笑 开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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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薇姐 文件 姜薇姐 我听说是你把斯蒂夫留下的 你这样不好吧 我跟你说 老欧现在可是筋非昔比了 你要是再犹豫的话 他是想找个年轻漂亮的 那可是分分钟的事 不过我知道 老欧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但你还是离那斯蒂夫远一点吧 别人会说钱话的 工作做完了吗 快了 干活 你好 阿姨 您说 你怎么这么快啊 我就在附近 我妈给你打电话都说了什么 颠三倒四的 反正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要见我妈 这事儿你也别太勉强了 要不然我就跟我妈直说 就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已经回成都了 下午会之前还有两个小时 可以去条文院 你别在这儿发愣了 再浪费更没时间了 真好看 我儿子真是有眼光 找个这么好看的媳妇 妈 你拉人手大半天了 妈喜欢 闺女 你跟我们家武功 什么时候搞的对象呀 妈 江林是我大学同学 我们大学二年级开始恋爱的 这是我初恋 你忘记了 我跟您说过 就是那个毕业以后 就把我给甩了 让我难受大半年的那个初恋 胡说八道 这么好的姑娘 要是把你甩了 肯定你有问题 闺女 你妈好吗 挺好的 你们家是哪儿的呀 成都 成都好 成都闺女长得俊 心眼也好 谢谢阿姨 那天我说话不好听 你妈生气了吧 可能我妈说的那天是 她被审了咱们俩那次 我妈没生气 咋都没生气呢 生气也是应当的 闺女 你说你也是 你相证了我们家武功 你就该直接跟你妈妈说 还偷偷摸摸的 你们俩男未婚女未嫁的 有啥不好说的 这结婚置办什么 那都是大人的事 你看江里 这是阿姨给你的见面礼 拿着 这个钱我不要 上次没给上 这次咱们补上 拿着 真的不能收 你要是不收 你妈又该挑我礼了 我不要 你拿着 妈你别跟我争了我不要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阿姨 不对 你刚才叫我妈来着 武功 你听见没有 江丽刚才叫我妈来着 你慢点别烫着 冻死我了 我得赶紧喝口热得暖和暖和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改行了 没改行啊 我还是做网络主播呀 画化妆修修图 趁我现在还年轻 还年轻在网上混口饭吃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不是陪那个女作家 过来拍封面吗 她一直找不到状态 所以啦 耽误点时间 我说我为什么 每回遇上你 都会耽误时间呀 我跟你说 今天我足足等了两小时 可不是一点时间 好了好了 所以我这不是 请你喝咖啡吗 当赔礼道歉了 我知道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薇薇我可跟你说 你跟武功分手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俩要好 我是支持的 因为我毕竟认识你呀 对你也算了解 再说了 你有钱呀 那武功要是跟你好了 我就能说服他 把那套房子过户给丁丁 那丁丁有了房子 我也算有个地方住 你还是段位太低 比不上奖励 不是 我跟武功分手 跟江丽可没关系啊 别嘴硬了 我们俩呀 都是情商太低了 全是江丽的手下败将 你说这个江丽哈 他还是读书读得多 手段就是高 不过现在呀 我都想开了 那武功要复婚的 毕竟是江丽 我还是能接受的 因为江丽以前对我儿子 那是不错的 我都跟他说了 只要他能不计前嫌 对我儿子像以前一样 当亲生儿子一样看 你放心 他们俩复婚 我能不出现 我绝对不出现 幸亏我撤得早呀 什么意思 你们家的情况啊 太复杂了 不是我们家 我跟他不是一家的 那之前我跟武功 是一家的 后来武功跟江丽 是一家的 在后来你差点跟他 成为一家的 所以说呢 太复杂 我早一点撤离是止损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啊 吃不着葡萄是葡萄蒜 我们俩 我太素 你太黏 都不像江丽 那分寸掌握得是刚刚好 上德厅堂下德厨房 在武功眼里 江丽就是仙女下凡 善良得一塌糊涂 什么时候都比我们俩高贵 大器上档次 我们仨要是摆在一起啊 人家是正品 你是高仿 那我就是山寨 有你这么高估别人 贬低自己的吗 我这叫有自知之明啊 不是 说实话 你真的舍得 把丁丁给他吗 我不舍得 那又能怎么办 我养不起 也是 你说你现在 做这个网络主播 除非是你一夜之间大红大紫 不然这孩子越大 你越是难养 那天我还在街上看见他们 谁跟谁啊 武功啊 开着他的车拉着江丽 以前在单位上的时候 武功还老是蹭我的车 那时候他还跟我说呢 如果有一天啊 他挣了钱 他就开着他的新车 拉着我到处转一转 对对对 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当初跟我说的是奔驰 跟你说的是什么车 管他说的是什么呢 反正现在车里不是你也不是我 也对啊 其实咱们俩呢 都是牺牲品 就有的时候我想想 我还挺佩服江丽姐的 以前呢在出版社的时候 他明明知道我喜欢武功啊 可是他还跟我们说 他信任武功也信任我 后来我才明白 其实我就是他对武功 婚姻忠诚度的一个试金石 说起来也好笑 你说以前他们两个人 没离婚在一起的时候 这武功对我保持点距离吧 还说得过去 后来他们两个都离婚了 我已经跟武功在一起谈恋爱了 他还有本事让我们俩分手 到最后 好像弄得我还跟个小三一样 还是个没能上得了位的小三 你说我是小三吗 那是不是你心里清楚啊 我不是 我是在他们俩离婚以后 才跟武功在一起的 那你就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小三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咱们俩都是手下败将 那咱们俩就包团取暖呗 你什么意思啊 别喝咖啡了 咱们来点酒慢慢聊 我没钱 我请客 谢谢啊 不用这么客气 还是应该客气一点 说实话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认真撒过谎 你还真的挺有编故事的潜质呢 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你怎么理解都行 我还记得当年 我第一次跟我妈提起你的时候 是咱们大三的时候 我跟我妈说你是四川的 我妈说川妹子性格太破烂了 我又跟我妈说 我说你是独生子女 我妈又说 那独生子女将来养老负担很重的 后来我又跟我妈说 我们俩毕业以后要留在上海工作 我妈就让我把一半的工资寄给她 她说你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到时候给女方花那么多钱 那都是白搭 你说想想还真的挺奇怪的好 当年你妈和我妈 就想尽办法来把我们拆散 咱们俩呢 就死活要在一起 现在 我妈倒是希望我们在一起 但是没想到 我们却划清了界限 是 幻想是 不是人非了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谢谢你刚才喊了那声妈 我能感觉到我妈很高兴 我 我刚刚那时 顺嘴就喊出来了我 我知道 习惯了吧 我也一样 我刚开始改口叫你爸你妈 说说阿姨的时候 我也很不习惯 现在想想 当年咱们都太年轻 太没有经验了 你要换成现在 我妈和你妈 要是再来个突击检查的话 那咱们俩肯定不会露出 任何蛛丝马迹啊 我现在想想 为什么我妈会印象那么深刻呢 会不会是因为 当年你妈把我妈刺激得太深了 我妈刺激你妈什么了 你忘记了 当年就在咱们的出租屋里头 你妈审我 那跟是犯人似的 一条一条的 好像如果有一条不合格的话 我就会被踢出局一样 当年你还帮我呢 你还说 那不能光让你妈来审我呀 也得让我妈来审审你 记不记得 我从来都没有忘过 你说如果当年 我爸我妈和你爸你妈 态度就像现在一样的话 也许两下就不会有这么深的矛盾了 但是生活不能假设啊 我得赶回去开会 你不用送我了 没事我送送你 你别这么客气啊 应该的走吧 看看看看什么叫人品 你说你是喝酒还是认罚 你怎么又是我呀 我喝酒我也认罚啊 算吧 你到底喜欢我们武功什么 什么你们武功啊 早就不是你们家的了 你真没回答我的问题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我喜欢他长得帅 有才华 还有吴小郎私房菜 什么菜 吴小郎私房菜 就是他那个微博 吴小郎就是武功 他给他的每一道菜呢 都配上了文字 写的都是我理想中的爱情 所以我知道了 那些字都不是写给我的 那没关系啊 我就是喜欢啊 薇薇啊 你就是千年难遇的备胎 是是是 我就是备胎中的楷模 薇薇你知道吗 那上赶着的不是买卖 爱情不能买卖 那爱情 你爱他他爱你 那叫爱情 但是你爱他他不爱你 那叫单相思好吗 所以说我傻 行了吧 没事没事 吃一切长一致 你这回不知道 下回谈恋爱 你不就有经验了吗 我跟你说薇薇 你最大的问题 就是脸皮太棒 你学学我 不见兔子不撒影 小姐你是去谈恋爱的 不是去做慈善的好吗 我突然发现啊 你真的挺有智慧的 我有智慧 我跟你说 我是生活所迫 我要是不学着聪明点 我早被人到黄埔江去喂鱼去了 是 你说啊 他们俩现在 是不是在一起呢 估计是 不是 我们凭什么要让他们两个人过得好啊 凭什么 什么意思啊 就好像你说的 你有办法让他俩过得不好是的 我是愿赌 但是我不一定要服输啊 什么意思 没想好 没事 就想了再想 谁呀 喂 我就是那个网红清晓月 我告诉你 老娘喝多了 不拍了 喝酒 今天真是谢谢你啊 以后还少不了麻烦你 别这么客气 我开会去了 哎 姜李姐 准时开会啊 老五 你怎么来了 哦 我 跟你们姜总监谈一个合作 就把他送回来 不顺便还能回来看看你们吗 消息过时了吧 咱姜总监现在可是姜总了 中国地区的首席 啊 那史蒂夫呢 撤职了呀 撤职 你 老五 老五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喝杯茶 我替姜黎跟你赔个不是 什么意思 姜黎不是把女的首席 CEO给顶了吗 姜黎这个人我了解 你别看她平常跟个小女人一样 温柔娴熟 但是在事业上 她争强好胜 很有事业心 是个女强人 虽然她把你的位置给顶了 但我知道她一定不是诚心的 这事其实不是你想的这样 这件事情跟家里没有任何关系 是我的问题 那是什么原因 跟你有关系吗 是不是你犯错误了 你别误会啊 我只是关心一下 不是心灾的祸 那你这是落寂下识吗 师弟夫 看来你的中文不是很好的 你知道落寂下识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把人往死里整 我有必要整你吗 我觉得我有权利保持沉默 看来你是真的犯错误了 是不是男女作风问题 这是我的隐私 对 是你的隐私 不过我现在倒是庆幸 幸好将来也跟你分手了 不过作为男人嘛 在哪儿跌倒就应该在哪儿爬起来 你就像我 我就喜欢写小说 之前我混得也不怎么样 现在也算是稍微有点起色了 你是刚刚站起来的 还没有跌倒 不过我劝你一定要小心 一针尽心 有你这个前车之鉴 我会引以为戒的 我觉得我犯了错误就应该受到惩罚 这没有什么不对 你说得没错 我就是担心 我怕你心里的火还没有泄干净 总觉得总公司对不起你 不应该让江里顶替你的位置 这个你放心 这点风度我还是有的 我不会找江里的人和麻烦 我相信你 毕竟你是他前男友 我是他前夫 我们都希望将离好 在这点上 我们也算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吧 战友 你的歪理邪说还真是一套一套 这可不是歪理邪说 这是治理民言 你别忘了 我是作茧 我你就想办法 你们的几天 几天 试试 evil 我去说候选鬼 要去送你 我不能够了 你工作压力再大 你多少你也得吃点 我 我今天真的吃不下 是不是单位有什么问题了 当然不是了 蕾蕾 你这样 你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 别憋在心里 你憋出个好歹来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对了 头两天我在电视里还看 电视里说你们现在年轻人 工作压力大 压健康 别看现在好像没事人似的 那其实早都一身病了 要不灵灵这样 你明天呢 请个假 妈陪你去做个体检 我好端端的 提什么检啊 那你好端端的怎么不吃饭呢 那我减肥不行啊 减什么分呀 减肥 你打小就是吃什么都不长肉的人 我给斯蒂夫打电话替你请假去 你别没事就给人家打电话干吗呀 莉莉 你们是不是还不说话呀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还瞒着我们俩呢 没有 你肯定有 你说不说啊 你不说 我就去问斯蒂夫 行行行行行 我说还不行吗 你说 你赶紧说 你说 他被撤职了 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公司的决定 那 那现在 谁是你们领导了 现在我是公司的代理总监 斯蒂夫是项目总监 你升总监了 你们俩整个一个兑换了一下 这事可麻烦了 这背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说闲话呢 那斯蒂夫没打击报复你吧 我说你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我也是替孩子着想啊 你 莉莉 你得听妈一句话啊 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 那你就踏踏实实地认真的工作 跟斯蒂夫呢 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公司人多嘴杂 你跟斯蒂夫走得太近的话 对你影响不好 知道吗 吃饭吧 也不说你少说两句吧 菜都凉了 你还让孩子吃不吃 吃 那个 你也多吃点啊 身体重药 吃饭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来得正好 我问你啊 那个 上次斯蒂夫给你从美国买了的那个大烟斗呢 我找了半天没找着 你放哪儿了 赶紧去 帮我拿来去去 你找他干嘛 替莉莉还给斯蒂夫划清界限 划清界限 先前你不还是说 要让莉莉跟他和好的吗 上什么山唱什么歌 你想想啊 斯蒂夫被撤职了 这肯定是大事 耽误工作 就说耽误工作 顶撞上级 那就是顶撞上级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你知道吗 你看 现在 莉莉啥都不说吧 所以 趁着这个时候 就让莉莉跟斯蒂夫离得远一点 那要万一斯蒂夫翻过来 再追咱们家莉莉 莉莉一心软 又跟斯蒂夫好了 那怎么办呢 斯蒂夫被撤职了 他肯定是要回美国的对不对 你就忍心看着咱们女儿 远嫁美国 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 什么呀 这叫见风使舵 叫自私 那我见风使舵就见风使舵呗 我自私怎么了 我自私也是为了女儿啊 那自私才是亲嘛 你知道吗 辈为耻 烦你为耻 爸爸 丁丁 怎么了 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爸爸 这么烫啊 这得去医院 得赶紧去医院 来 丁丁 把裤子拴上 来 腿够 来 这个 妈妈 来 那个腿 来 起来 来 来 爸爸 爸爸 没事 爸爸在这儿呢啊 爸爸带你去医院 裤子穿好 走 好 好 来 今天 的歌唱完了 现在是广告时间 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素型内衣 很适合 很适合刚刚生过宝宝的妈妈 刚刚生完孩子呢 是我们女人身材恢复的黄金期 在今天直播下单的朋友们 只要你们再加9块钱 我就再送你们一套 价值399的进口面膜 限量出版 仙道仙的 好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访问我的网店 在我的直播公告里面 有我网店的链接里面 有更多的新款 好啦 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啦 我们明天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宝宝们 宝宝们 先吃点东西吧 我不饿 你先吃吧 来 怎么样啊 得要亲打电话了吗 给她打电话干吗 我不打 你现在呀 对今天要付出这么多 都是你欠她的债 你也别抱怨还债有多难 好好想想 怎么当个好爸爸吧 你又没当过妈 搞得你好像很有经意 我不是天天伺候婆婆吗 我跟你说 照顾长辈跟照顾孩子 是一个道理的 前婆婆 你到底怎么想的 就这么跟邱东阳耗着 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你看你这自己的事 你还忙不过来呢 你说咱俩 没一个使用得到 你赶紧吃点东西吧 吴迪 你醒了 我以为你再也醒不了了呢 傻瓜 你哭什么呀 女人要爱哭的话 会变愁的 你嫌弃我 我没有 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我去找医生 婉姨 我没事的 我想跟你说说话 我认识你的时候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我的身体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 每天都在倒计时 每做一次手术 时间就会延长一点 但这并没有什么用 直到有一天 我会再也做不了手术 除非换一颗心脏 我每天都为了活着而活着 就像欠了一辈子 换也换不清的针 我每天都在换了利息 直到死 也换不清那批针 我不要你还针 我要你 认识你以后 我决定不换了 剩下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剩下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就当是我 就当是我自己传来的 每天一睁眼 再也不用担心 今天是最后一天 再也不用为了还站 而去作恶 不用你还 我要你 温宜 我会让自己很快好进来的 因为现在我不是自己一个人 有些话 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你不要说 我明白 对你 我是心甘情愿的 没有谁欠谁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态 不管是感激 还是愧疚 一切都等你出院再说 好吗 我可以 谢谢你 丁丁今天发高烧了 烧得挺厉害的 我哥一个大男人 好前忙后地伺候丁丁啊 我爸这会儿回去 估计也休息不成 橘子 妈 丁丁这次病得挺厉害的 您就不想去看看她呀 妈 我和邱东阳复婚了 您想起来了 您想起来了 你是谁呀 我会认识吗 我现在就不想起来 我现在就不是 有什么意思